范爷花瓶熬成爷的逆袭之路 首公子凭借敢爱敢恨 位居女汉子之列 但比起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女汉子 那就是小他多了 这位女汉子不是盖的 那就是有着范爷美誉的范冰冰 各位还记得当年格格边上 那个楚楚可怜的翘丫鬟吗 再来看看这张照片 如今这丫鬟已经谋潮寸位 披上了龙袍了 这是小丫鬟的逆袭啊 一龙托格格身边走到了嘎那红潭 自己当老板成立范冰冰工作室 成立一校成为校长 不管得美得奖 先把各大奖项的红盘走了个遍 这范爷真可谓是名利双收啊 虽然常有人笑言 范爷至今为止 演绎的最深入人心的角色 依旧是丫鬟金锁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范爷 凭借财大气粗 到处放话的勇气 按常理来说 多数人在逆袭成功后 多采用深藏龙与明的姿态 可咱范爷深暗现在娱乐圈的各种法则 豪言壮语之程度 除了令人目瞪口呆之外 更是几年内持续炒高人气的法宝 当美女只能沦为花瓶的时代 翻言用实力和自我炒作证明 就算是花瓶 那我也是个高级的花瓶 小编念评 花瓶中的高级瓶 女汉子中的真汉子 娱乐乐翻天松和报道